早期排湾族没有文字的记录 只有口传历史 达仁乡公所为了保存 排湾族文化以及在地的历史 三年前委由七位在地的文化学者 开始着手研究调查 历经三年的时间编撰 总算是完成了首部达仁乡的乡字 乡长王光清希望乡字的完成 能够让乡民更了解 同时延续排湾族的各项文化以及经验 颁发感谢状 谢谢参与编撰乡字成员们 为达仁乡留下文化记录 由七位在地文化学者 历经近三年的时间编撰完成的达仁乡字 发表这天族人都十分开心 在民国83年 我当选第一任乡长之后 我到读书馆去 要乡字就 没有发现我们没有乡字 在第二年八十四年 我就召开了我们的乡增 这个乡增汇报 我们召集我们的地方干部 包括我们的这个头目 该会 我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他们说 我没有编制乡字 他们都很赞成 所以在八十四年 那时候就 拜托我们 当时在乡公所担任 我们会知道的张乡长张博士 请他来召集 但都是他主编 早期排完组没有文字记录 只有口传历史 会将文化透过文字保存下来 达仁乡公所委托在地学者 不断到各部落踏查 访骗各地领袖及祈老 才能完成 我们当然将出这个乡字非常的好 因为尤其在历史方面 我非常的高兴 尤其像我们头目的历史 能够给后代的人看到 用文字来写 所以我非常的高兴 我们今天真的是很高兴 我们图版的历史 尤其我曾头目 迁移到图版的历史非常的多 所以我非常的高兴 谢谢乡公所 也谢谢大家 能够有这个乡字来 述说传述给下一代的人 非常的谢谢 编撰乡字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因为各个部落或每个家族的起源 都有不同历史脉络 尤其在意见整合上 费尽不少编辑委员的心力 达仁乡字分为九大章节 主要记录历史 文化 人文等记事 正式开启乡内排完族的历史记录 乡长希望乡字的完成 让乡民更了解 并延续排完族各项文化与经验 记者潘俊伟 达仁乡报导